主席,很感謝你安排這個時間,讓我就著那封信作出一些解釋。 那封信的意思其實很簡單,就是希望在今次的選舉,主席或者再稍後副主席的程序當中, 可以就著行管會有關立法會的保安安排,可以大家提出新聞。 也就是說,候選人應該就著這些方面去解釋他們的立場,告訴我們他們是怎樣做的。 原因很簡單,因為內會的政府主席,大家都知道也是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的當然成員。 也就是說,這個行政管理的工作不是純粹一個委員會,是整個內務委員會其實都要負責的一個部份, 只是權力下放給一個行政管理委員會,而內務委員會政府主席是需要直接去參與這個行管會的工作。 所以他們的看法是非常之關鍵的。 為什麼我們提出這件事? 也是因為就著這個立法會的保安問題,過去幾個月是一個大家非常關注,亦爭議性很大的問題。 所以這一點是必須要清楚地跟我們解釋,在我們投票的時候我們可以有一個依據。 好了,剛才其實有很多位議員都提到6月12日的情況。 我是6月12日當日被拒租立法會門外的其中一位議員。 那我在這裡想補充一些,剛才幾位議員都沒有提到一些重要的細節。 希望大家明白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嚴重。 當時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是黃色警示。 黃色警示應該我們是可以,議員仍然可以進出這個立法會。 我們是很驚奇,我們回到來的時候是沒有辦法可以進入立法會。 剛才幾位議員提過,但是沒有提到一個重要的細節。 立法會的門外是上了鎖的。 即是說我們一進來的時候在停車場, 旁邊那裡一進來立法會範圍,那個設閘是上了鎖的。 我們在鎖的鎖,我們看到警察在淚頭報房。 警察在淚頭報房是另一件事。 但是為什麼當時會上鎖呢? 如果上鎖的話,進出的時候就有人開鎖。 但是沒有任何工作人員是有鎖匙的。 所以我們當時即時鎖匙和一些保安員要求他們開閘的時候, 沒有辦法開得到。 於是我們打電話也沒有辦法聯絡到秘書長。 我們後來鎖了相當長的時間。 這段時間就是警方密集地放催淚彈的時候。 我們當然也吃了很多催淚煙。 然後鎖了很久很久。 我相信有一個小時。 而我當時陪著林卓廷議員。 林卓廷議員是直接被噴了胡椒噴霧。 如果開到的話,我們其實很希望和他盡快去處理他的身體狀況。 但是沒有辦法,我們在這裏隔了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的時間。 我們才可以進來。 進來之後我們就查詢究竟是哪位人士下的命令呢? 這個命令似乎和我們所知道的整個規矩是有一個很大的衝突的。 這個命令是誰下的呢? 但是當時的保安人員是不告訴我們究竟是哪一個下的命令。 究竟是秘書處理的還是行管會有一個特別的指示呢? 所以我們很需要知道整個情況是怎樣。 這件事我希望內委會也好,或者將來行管會開會時也好, 認認真真去討論這個問題。 但是在這一刻,我們希望候選人要做些什麼呢? 就是要告訴我們,究竟他整個立法會的保安, 他認為那個政策應該是怎樣。 這一點是我們需要很清楚地說的。 另外我亦都想補充一下, 就是這段時間,最近這幾天, 我們都看到就是, 有時立法會風平浪靜我們看到的範圍裡頭, 但是是紅色警示。 譬如說我的職員, 是在星期六、星期日, 打算回來工作, 是沒辦法入得來因為是紅色警示, 但是當時其實是風平浪靜。 又或者是星期三我們施政報告, 施政報告宣讀完之後, 已經沒有任何見到什麼風險都沒有了。 但是在這個時候仍然是黃色警示, 因為黃色警示我們的助手出了去, 然後回來又要再做安檢, 整個立法會也不能進行正常的工作, 但是已經沒有了。 為什麼黃色警示和紅色警示會這麼長呢? 為什麼要覆蓋到一些沒有明顯的問題的時候呢? 當然可能說, 有些風險我們不知道。 如果我們不知道的話, 我也希望行管會, 或者將來我們內部委員會的主席和委會主席, 可以解釋給我們聽。 這個情況, 那個透明度, 以及我們議員既然我們所有議員都這麼注視, 除了行管會閉門討論之外, 我們有沒有辦法, 令到所有的議員都可以參與這個討論, 以及知道問題是怎樣處理。